好,接着我们要来示范,使用别人的公开金钥加密之后 把档案寄给对方,那对方就可以使用他的施钥去做解密的动作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首先我们一样开启软体,然后选择File,然后Import 我们去找到对方他的公开金钥,假设他对方的公开金钥是这一支 MarkTestPublic.asc这一支,我们就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呃 他需要什么验证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什么 最好你去打电话给这个那个人啊什么的,其实都不用管他 那就Go to not ask again,不要再问我了 然后选yes,就是表示我要用 那他第一个步骤,他会说,这个是你要用的ID 那我们就是把它勾起来 然后他会有一些资讯,然后就选择 我已经验证这些资讯,确定这支钥匙是我要使用的公开金钥 好,那就下一步,那他这里就会写说 你这个是要只给我自己用呢,还是要给所有人用呢 那其实,呃,如果你的电脑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在用的 其实就照预设置就好了,好,那就选择,然后结束 那他就会把这支公开金钥给汇进来 那汇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选择一个要给对方的档案 比如说我们要给对方一个资料叫做 data to 表示这份资料我是要给对方的 所以给对方的我们要按右键,然后一样按这个加密 啊,Sign and Encrypt 那这边当然就没有签署了 那因为我们是用对方他的金钥区 所以这个也不是用自己的 因为这里好像就没得选 所以我们在选择用其他的来做加密 那这个加密的,我们就要需要知道名字或email 那名字因为这里是Mark Test 所以我们这边就输入 啊,输入两个之后,这边就会让你选择 啊,这个Mark Test 就可以利用这个来做加密的动作 好,那他一样会放在自己这边 那我们就选择用FARF做加密 嗯,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他还是会跟你做一下警告啊 嗯 他就是大概讲说 你因为你只有光太金钥区 你没有私家私人的金钥区 所以一旦加密了之后 你就没办法解开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是拿别人的来做加密 好,那Continue 打勾之后 他下次就不会反而我们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已经加密后的档案 因为是用对方的公开金钥 也就是说 应该说可以说是公开的 对方公开的锁,锁起来的 所以当你把这个档案寄给对方 对方因为有他的钥匙 所以他就可以自己去把它解开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用别人的公开金钥 然后加密之后 把档案寄给对方的功能